巴吉泉目前在台湾有不少人习练 最大的原因是出身自河北沧县的巴吉泉名家刘云乔先生 为巴吉泉做了不遗余力的推广 刘云乔先生自有拜在光绪皇帝的侍卫神枪李书文门下 习得一身巴吉泉的决意 现在我们就请刘老师来谈谈巴吉泉的推广情形 以及巴吉泉的特性 第一步我推广前自由打转元校开始 才在学生上学生开始 推广到如今十几年当中 所以打转元校的学生毕业的很多了 先到海外就开始发展 发展到海外 海外入美国隔统却游 加拿大 德国 日本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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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有个舞台 这个舞台 我就是打转元校的学生 统统在舞台 继续锻炼 而且全的特性 它是上班 上班 是呼吸 下班 是雄星 雄星是打这个话 华吉泉讲就是靠 靠就是雄话 在标面上看来是黑港 黑蒙 其实它内在的东西 同路打的是肉 所以它是个权力特性的 说再见 由于八级拳刚猛厉害 因此被归类为外加拳法 事实上 内外分家 是满清政府当年分化五人的伎俩之一 八级拳 行之于外 虽然是以力为主 但仍需以内在的气 驾驭外在的力 因此 内外分家 是不尽合理的 今天八级拳 我就为您介绍到这了 谢谢您收看 同时欢迎您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观赏中国武术 再见